阿翔 接下來啊 我要特別特別邀請 我們台東很年輕的樂團的一個主場 叫小鐘 然後他是改迪布部落的青年 是現任的青年會的副會長 那因為 因為我知道他歌唱得非常好 就我 所以你開始 你開始大會報告 那大家應該知道我今天來這邊的目的就是 我們卡迪布 對 因為 為了一張公文就是說要發展觀光 然後就要把我們的祖先的骨骸 全部移走 那在我們的文化裡面我們是跟 我們跟祖先是 我們都是住在一起的 從以前的室內障 然後從 然後日本人來了 日本人來了之後 然後我們改成屋外障 就是障在現在的 第六公墓 它還沒有變成第六公墓之前 那是我們的一個傳統領域 我們會在上面搭一個瞭望台 因為它可以直接看到整個資本部落這樣子 然後我們 老人家的意思是說就是把他們 葬在那邊 然後讓他們一樣看著我們資本部落這樣 現在 就是因為那張公文要 然後把我們跟祖先他們分開 我們的信仰基本上都是來自於祖先 然後 然後 今天說一句就是 有人把你的祖先 都挖走了之後 那資本部落以後的瘋年記 就只是唱歌跳舞 然後上面 那些 祖先也看不到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想你們了解嗎 懂嗎 懂嗎 那等於是 起来 有り无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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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